我们有去找我们的学生代表理事会 然后跟我们学生事务处 还有跟我们这个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 然后我们去成交关于我们这个 来自我们拉大青年先锋 在为学生收集 针对这个学费调长一事 跟这个拨款下放到我们的校友总会的 这一件事情我们提出了五大诉求 OK这五大诉求乃是讲说 我们首先就是要讲说 我们在行政委员局 跟拉曼大学学院的校友总会 能够打成一个协议 就是在有这个行政盈余的时候 不能取学费 OK 然后当然就是这个三千万 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三千万的拨款 能够顺利 被使用在去补贴或者讲去维持这个 行政开销所花费的项目 这样一来我们学生就不用面对取学费的问题 OK这个第三个诉求我们提到的东西就是 你这个三千万 你必须每年讲说 有这一个拨款下放到给这个拉曼大学学院的校友总会 这个三千万你要怎么使用 你的用途 规划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 我们需要知道 我相信拉曼生也应该需要知道这三千万的拨款 到底用途用在哪里 OK 第四条是讲说我们 基于现在的这个现有的这个 信托理事基金会 所以他里面的其实他的成员是 清一色都是来自于马华的党员 OK 八位都是马华党员 其实我们是想要讲说 必须把拨款 就是政府的拨款 拨款给这个 来自清一色八位的党员 在那个信托基金会里面 不如就把这个拨款 拨给下游总会 因为下游总会的制度现在 比起那个基金会更来的透明 然后更来的就是 开放 然后甚至也是公正一点 OK 所以 我们希望讲第四个诉求能够表达的东西是 去重组这个现有的 这个 信托基金理事会 然后 因为他其实在他的 SSM的那个 条约上面 他已经违反了 这个 第八条的 第二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必须是50%的成员都是来自于 独立的背景 对 其实他是没有做到这一点的 OK 然后第五个东西是 我们就有多加一个诉求就是提升现有的 这个总校园区的这个停车场 对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把 这 这三份 这个样本 然后交给我们的 那三个部门 OK